好 親愛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金錢到 接下來是幾天但很重要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有一些股票 它事實上已經不管大盤了 開始走它自己的格局了 這當中當然最重要有幾個指標 我們說今年有加入一些新兵 包括我們以前在養經濟的過程當中 養大這幾黨代表 那麼會帶領新的族群往上漲 市場上現在其實 越來越趨向於理性化 因為我想台灣的投資人 在經過這幾年媒體的教育之下 多多少少對美國 對台積電 對半導體 都略之一二 所以在提起升息這件事情上 台灣的投資人往往提前反應 比方說就像我現在講的 昨天跟各位提到過 就是你聊珍惜這件事情 沒有錯 每天晚上 美歐股市會為升息問題 在這邊上上下下來的震盪 有時候會跌100點 有時候會跌500點 但是這種現象其實都出現 在於說 美國股市這兩年其實漲蠻多的 還要做一個技術性修正 其實就是大戶要換股 那麼當然要找一個理由跟藉口 其實你長期來講 升息還是因為經濟基本面轉好 有通膨疑慮 其實經濟如果狀況不好 你說他怎麼通膨 對吧 你通膨要有一個邏輯 那麼這裡我們說你升息的狀況 但除非有另外一種情形 惡性通膨那情況不一樣 我們這邊暫時以正常的循環 正向的這個經濟正向循環的 溫和性的通膨來講 那麼本來你說三月要升息了 大家也接受了 接下來你發現還是跌不破警線 媒體上開始下重要 下重要告訴你說會升兩次 你還是不跌 跟你講會升三次 會升四次 你還是不怕我就告訴你說 有不排除一次升到藍馬 你在這裡不斷的隔空喊話 然後一直恐嚇市場的 最終結果是什麼呢 有可能到了三月 並沒有出現這個現象 比方說只升一碼 但是你股票先前跌的時候 你是反映它跌兩碼 所以今年來講我認為說 最好的機會點應該就是在 確定三月份升息幾碼的時間點 落出來以後 但是對股票來講 它又有更深刻的意義 因為我們來探索一件事就是說 你自己想一個問題 當今現在世界上 在這個地球上 你認為有沒有人知道 三月會不會升息 我認為有 台灣不算 我們講靠近白宮 接近白宮 最靠近華爾街中間的那條電話線 你認為目前世界上 有沒有人知道三月要不要升息 其實我認為早就有人知道了 我認為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對不對 這麼大的東西你說沒有討論過 我不信 講真的 全世界都在看 他現在給你演的這齣戲 就是在緩和那個情緒 演一個戲碼給各位看 我們相對論實戰就是 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你到時候看 如果真的 宣布以後會開始反攻的話 低點不會在當天 他一定會先漲 那這個時間點其實就是要找買點 就像我昨天講的 假設你現在買一檔股票 對不對 你說我不敢報股過年 我怕美國有什麼變數 但問題是 買點到了 你不買 那你心中有一個自己的想法 你認為這個年過得很危險 因為有可能會升息兩碼或三碼 利率會議不知道怎麼講 事實上你下禮拜開過了以後 接下來就等三月了 中間這一段是空窗 你大概甩完以後就沒了 所以其實 這裡反過來想一件事 有四個交易日 有五個交易日的時間 假設你買進去的股票漲了30% 你留不留 你當然留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這個時間點敢漲30%的股票 他壓根就不怕你升息 所以有人先買了 第二點 如果我所說 到時候不像各位想那麼嚴重 那你說放完價以後 他直接開高 第一個你買不到 第二個你現在不買 起漲點就在現在 反之 如果你買到了一張對的股票 他拉上來30% 假設放假的這九天裡面 國際股市呈現動盪 開高那天你開低 還是沒有回到你的成本 所以這個地方最有利的策略就是 第一檔先進場 然後封關之前做一趟價差 那我就開始來跟各位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落日之後 日落之後的一個慣性 這裡日落跌四天 這裡日落跌三天 這裡日落跌兩天 第三天抵抗 所以你這個日落跌不了多久 馬上就要抵抗 果不其然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貴買指數 小新股會開始先攻 小新股開始先攻的原因是因為 大前天日出 對吧 日出以後 第一檔的扣底值 12345678910 準備要來扣這一天 因為本來是扣高底 它的磁子均線壓得很重 你越扣越低 到了下個禮拜開始 這條會走平 只要你這個低點不破 就會走平 實際上你在看昨天的K棒的時候 這個跌不深 為什麼呢 這一條下影線是虛的 你要把它遮住看 這是虛的 這叫做空頭氣音 它是故意用這個低點 去測試破前面的低點 可是如果你用收盤架來看 它沒破 好 那個 我們在實戰課程當中會講 稍微帶過 告訴各位說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這裡是大盤 所以今天開低以後買盤就進來了 那我買盤為什麼會進來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講的這個概念 不管你今天生不生息 我都要買的股票 今天買盤就進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日落之後 第二天就抵抗了 這裡三天 第三天你還是第二天就抵抗了 這是不是第二天就抵抗了 這一天不算收低 跳空開低可能就抵抗 那接下來就是說 會不會出現一個日出 明天看是不是能夠把 今天的高點越過 越過的話那C波就被沒收了 正常來講ABC要交代一次 C不破A的話這個就被沒收了 沒收以後變橫向整理 橫向整理的話就代表什麼 18000站住了 這裡有一個18000 18000上去以後測兩次 一次不破兩次不破 4不過3就攻了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等待 美國這個消息 講是講等待 其實只有賺不到錢的人在等待 實際上真的有在做的人 都知道現在是買點 但相對來講你要買對的股票 你說在這個地方不買 你漲上來再買 到時候你也沒得追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貴買指數 果不其然有沒有 他在這邊停住就夠了 停住只要左低不破 這裡已經1 2 3 4 5 6 7 8 9 頂多再拖個3 4天 這一條時軍就走平了 走平以後記住他際線是朝上的 軍線的概念裡面 破際線但是際線朝上 做什麼動作買進 葛蘭比八大裡面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主趨勢往上的時候 你破際線其實是買進 一般投資人覺得 葛蘭比八大沒有用 其實很有用看你怎麼用 當中有口訣的 其實正確的觀念錯誤觀念 差別就很大 這邊既然已經告訴各位說 出現這個所謂的OTC出現一個抵抗 代表中小型的股票上來了 而且之前有人告訴我說 高本益比的股票開始要修正了 他抱持的理由也很簡單 就是他認為股王的信義KY在下跌 所以高本益比的股票要修正 那講這個話就很無聊了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假設說你嫌信義區的房子很貴 比方說你去 那邊有寫一個案子 什麼信義之星 對不對 貫德遠見什麼 寶萊花園不是都在那邊嗎 假設你看不順眼 你覺得為什麼那麼貴 房價怎麼那麼高 為什麼一批要喊到150 180 一批信案只要喊到200萬 那你就不開心 你覺得你看不順眼 你覺得這一定會崩盤 那你就站在松仁路跟信義路交叉口罵 這股房價太高了 我跟你講 這個到最後拉回的時候 一定會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危言聳 你就警示示警 就像以前有個名嘴 名嘴看空房價 看空台灣的房價看空了20年 他現在也不在 他現在不知道去哪裡了 反正就是他一輩子看空 聽說他早年也是看多的 後來就不知道怎樣 那你看比方說 你現在很簡單 你就會罵 那我問你你罵他個三天三夜 房價會掉下來嗎 不會掉下來 原因在哪裡 因為買得起房子的人不會理你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很多的市場上的所謂的名嘴 跟財經分析師 分析起股票頭頭是道 他告訴你說 力旺在跌 Cdky在跌 代表高本益比要下去了 有本質的要上來 就廢話 什麼叫有本質 你說說看什麼叫有本質 台電有本質對不對 台電去年為什麼不上 為什麼今天上 對不對 很多股票有本質 很多股票今天也沒漲 對就講個屁話就對了 讓自己看起來比較有水準 那現在有一個重點 我問各位 那一些在Cdky跟 跟在所謂的力旺上面 賺了五億賺了十億的人 那些大戶 你覺得他拿了錢會離開台灣嗎 當然不會 為什麼 因為賺了十億要再賺三十億 賺了三十億要再賺一百億 這是股市的常態 這是人質常情 所以這一群人獲利了結以後 他的錢依此類推 他一定會找一個 當時他成功的案例 再買下一檔股票 所以我說 你看到那個本益比 在修正的時候 賺不到錢的人 他看到的是本益比在修正 實際上你要去問那些 真正賺到百億的人 他心裡在想什麼 一定是做下一檔 你看我說了對不對 所以當時Cdky在下跌的時候 我就跟你們講 新的戰將要出現了 你之前沒有賺到 五億 十億 八千萬的 你這一波一定要翻身 對不對 第一個最簡單的是最頂 而且他是表演給你看 這股票我們新貴的時候 就已經在掌握了 這個以前養經濟的時候 我都已經跟各位說過了 所有在我們的群裡面 Light群裡面 看我寫新貴的 大概已經看了 看三個月以上 看半年很多了 我今天就不再講了 這個當時怎麼選新貴 很多種方式 我們課程當中也會講 這個你一定要學 在我們的進階課程裡面 進階課程那兩堂要過年之後才播 現在先教基礎課 那現在我們來講 掛牌以後對不對 投信是第六天買 好 那你看這頂上來 投信買完以後對不對 投信買這一根 我們當時跟各位講 這個下影線有沒有 好 那投信買這一根 連拉四根紅棒 對不對 兩根漲停 兩根漲停的距離 那兩根漲停代表什麼 500萬的資金就是100萬 所以如果你年前 就已經賺到100萬 你就不怕過這個年了 你可以先獲利了結一半 對不對 既然掛牌前五天投信不能買 很多投信不能買前五天的股票 因為有漲跌廳限制 同樣的道理下一檔就立志 對不對 這張股票 今天從當時我們來跟各位講 站上八塊Hair以後 拉到今天970幾 這應該是要挑戰千元的 983 今天漲停 我們在這個地方來幫各位掌握 我的看法很簡單 它掛牌對不對 接下來投信只要進場 國內法人只要進場 外資只要進場 你就有機會轟上來 這個方式其實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我們在新貴當中 跟我們一起講經濟的 我們全台灣北中南 大家都知道我們金錢到了立志 當時跟各位講 要複製當時系列開發的模式 還加上它有一個 MOSIFY的概念 因為市場上給這個產業的本益比 就夠高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這個產業的平均 本益比有到 我們抓70好了 我們刷50也可以 50理論上來講的話 EPS如果當年估50塊的話 應該可以反映到2000塊以上 那就要看你今年本益比 怎麼估對不對 反正他們自己 當然各家有各家的看法 你可以用參考去年的一個獲利值 但是那不是重點 今年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機 我們現在回來講這件事情 你看 你當時300買的 400買的 500買的 600買的 700買的 800買的 到現在這個地方為止 包括今天早上開盤40架買的 是不是全部都賺錢 沒有錯嘛 這就是我說的 有沒有 不要小看經濟 一檔會長大當鳳凰 我記得以前在六七百的時候 因為我們從三四百開始寫的 大概已經漲了一倍以後 Night裡面有我們的朋友在反映 老師已經漲一倍你還講幹嘛 同樣的朋友我不知道當時怎麼回答他 已經漲一倍難道不能再漲一倍嗎 最近這些朋友又再次回來找我 他說老師除了勵志以外 還能不能在新貴當中養新的經濟 這個變化我就知道說 市場上的學習曲線 你的心態也改了 那我就一樣是張開雙手歡迎各位對不對 你當時想來少有吵架對不對 因為你看到人家賺錢你沒賺 你心裡不高興 對不對 然後你覺得說老師你看你想幹嘛 但事實上你發現 你那個時候進去的話 還可以再賺一倍 所以賺錢的模式是 只要你漲到對的方法 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不停的複製 所以就有跟各位講三百的四百的四百五的五百的六百的七百的八百的九百的全部都賺錢 三百掌握的現在可能手上已經有一千萬或兩千萬或三千萬我不知道 傳說的起點 這裡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叫做什麼呢 大部分的頭顧都是法人買什麼 然後你老是帶你追 因為頭戲買進 因為法人剛買進 因為法人的成本就在這裡 這種做法叫做你永遠輸在法人後面 對不對 我的做法相反 我的做法是 我評估一檔股票 接下來法人必買 我就現在先把它卡位 帶著我們家的朋友 準備做什麼 讓以後的法人幫你抬轎 這是 我認為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史上 不知道算不算頭一招 應該是頭一招 叫做養金機 抓一檔以後法人會買的股票 幫你們抬轎 有做到法人轎子的 恭喜各位 我覺得我完成了一個市場上很偉大的工作 因為應該沒有老師這樣做過 大部分老師都是跟你講法人買 對不對 那你既然要跟法人 你就去跟法人就好 你幹嘛跟你們老師 你找一個導遊帶你 去跟其他的導遊 你有毛病而已 是這樣講吧 光講買賣點的技術分析的盲點在於 底部有起漲訊號 但是當時有起漲訊號的股票 不只立志一家 你怎麼選到他的 對不對 300塊爆量的時候 獨家在這個地方跟各位講養金機 他以後是鳳凰 但是在這個地方爆量的股票很多 可能有一次爆量10家 你當時為什麼這個地方不去買富財 你當時這個地方你可能買台表科 過了一年也沒動 最近才漲為什麼我們當時一進去 就可以三倍 這就是選股的問題 線上實戰的重要 在第六堂 第七堂 會跟各位來做說明 好 李凱今天短線上還有一個高點 反應昨天的利多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股票都已經直穩了 有沒有 全新網上再供一個高點 元宇宙之前的那一波 其實今天帶出來伊利店 也開始做一個反攻 之前我們來幫各位掌握的連展 其實我們看到連拉三根漲停之後 今天有點震盪 不過如果你時間點是能夠掌握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就已經拉出安全空間了 這個地方告訴各位就是說 元宇宙又開始換了一批人 今天只要台電幹人家 元宇宙拉第一根 一進場就直接鎖漲停 封關之前邊做邊學 就是說我們這幾支股票你看 像今天這個一進場就直接封了對不對 接下來的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還有股票要進場 那麼這個時間點你可以考慮 就是說既然我們要搶 溫關前的機會的話 你不妨來參考我們邊做邊學的一個方式 你今天就玻璃化記者來告訴我說 我今天要選擇邊做邊學 很簡單 跟我們一起佈局接下來的股票 那麼實際上你也有同樣的一個資格 可以看我們的課程 一種就是直接看課程 一種就是說你跟我們一起做 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讓你看課程 我覺得這對你來講最方便 又可以買到股票 又可以抓下一個經濟 然後看自己的股票在供的時候 對不對 還可以一面學技術 那不是很好嗎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會一下回來 做家事是我的樂趣 前一陣子我的關鍵部位不舒服 蹲下去就起不來 站一下就好累喔 人都省省啦 家裡很亂 都經常要讓我先生來幫忙 後來醫生推薦我吃白蘭式保潔 我現在行動很靈活 住家事也很輕鬆 你看我家裡現在很整齊 我真的好有成就感喔 我在家會幫忙顧孫子 自從關鍵部位不舒服之後 帶孫反而成了惡夢 後來我吃了白蘭式保潔 他小小一定很好吞 一個月下來我行動靈活 好挑都沒有問題 孫子好愛跟我玩喔 白蘭式保潔交原定 他含有專利成分UC2 而且他是三校戶房 鎮滑 修復 穩固 我自己也有在吃 白蘭式保潔交原定 免費增量33% 請人民官方通路購買 快撥打0800-864-111 白蘭式熱銷商品交仿帽 提醒您人民官方通路購買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集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風塵不俗 舉個基本面到深夜市泡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靈魂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 幫你幫我 各位朋友 我是很認真 過年又要搞了 我們需要你的幫忙 讓這些高科的朋友 也可以吃得很好 也可以感受你的團圓氣氛 愛心轉身 告訴你 235 七七公公 告訴你 235 七七公公 給你一堆翅膀 這就是對方的叫做巴古嘎 所以我們來一個 萬華掠奪戰 有 不是兩間 再大力一點 有兩間路了 這是他們 靠下巴轉 是不是 好好吃 愛美諾美白修護霜 綜藝完很大 掌握市場先機 就是給您毒燥的投資建議 今天金融股大概稍微一下沒動 很多人就覺得金融股要結束了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 就是只看眼前 我舉幾個例子 這開發金大家看一下 你用月黑線去看它 它這個是十年高點 真的 哇 這個十字標都拉不動 十年高點 雖然它今天沒有漲 十年高點 過大底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你用月黑線看 就是會有一個不同的 不同的視野 所以雙周期的戰績才會這麼重要 比方說你看嘉南有沒有 很多人說漲多拉回要結束了 其實拉回的幅度 連一半都不到 很淺對不對 拉回多少 可以決定你日後要供多少 這也是在我們的拉回戰績當中 我會跟大家來分享 然後我們看一下 實際上 包括這次像富財來講 富財 富財從這邊漲上來 大家就會說 接下來你看台表科 實際上台表科 還有包括我說的異光 你可以在這邊掌握 你先去追就沒意思了 實際上上市的OTC裡面 都不是最強的 LED都不是最強 你看買在這一根 這邊就不用追高 上市的LED沒有什麼秘密 上市櫃的東西 就是不需要去追它 拉回都有買點 因為真正最強在新櫃裡面 你仔細看 富財是不是最近才漲了 你看這張股票 它實際上在去年的 去年的9月底就從底部拉上來 創新高了 再次證明我講的理論是對的 現在最強的股票很多在新櫃裡面 籌碼乾淨 名門正派 然後很多市場上的短線客 又衝不到裡面 像我昨天跟我講照例對不對 我說2022年會有很多折疊手機 很多反而說不看好折疊手機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跟以前 你不看好的電子紙一樣 今年會有很多手機 是折疊手機 好 今天你看它果然創新高 看起來很厲害 實際上真正厲害在這邊 新櫃裡面這一支 今天漲12% 所以我要再次講一個道理 瑞典跟勵志已經相繼創高 對市場有示範作用 現在全市場大戶都知道 直接去新櫃裡面抓股票 養它十倍 那我告訴你 2022年實經濟絕對不只一檔鳳凰 它多得很 我隨便跟你講就一堆了 對不對 很多都新產業 你說今年一大堆要玩mini OED mini OED就這三家可以玩而已 新櫃裡面還有兩家更強的 對不對 等它掛牌以後 那老屁股都閃一邊去 新櫃實經濟要怎麼樣的掌握 都在我們的補充課程裡面 我們這些課程是這樣子 前面四堂很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枯燥 前面四堂就全部都理論了 後面的四堂就開始跟你講 怎麼選股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說站上80 這裡是一個買點 或者說成這樣放大到多少 問題是你怎麼把勵志挑出來的 同樣出現序號的可能有10黨 這10黨當中你為什麼挑勵志 就好像說我們這一次很簡單 你說好我舉例來講 像這個就是很標準的N字 對不對 什麼叫很標準的N字 穿越季線之後它有三種姿態 可以看出你未來會不會創新高 這個就是我們來跟各位強調的 封關之前來邊做邊選 我現在幾個重點跟各位強調一下 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小金谷也直穩了對不對 我給你講一個最簡單的 雖然說中環間沒有鎖上去 對不對 中環間雖然沒有鎖上去 但是其實在這一段拉回的時候 有部分法人在佈局 這佈局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為什麼呢 這代表這兩個缺口沒有補 對不對 那個地方價格帶是空的 很多人就說那個股票看起來很危險 問題是你要從月K棒去看 你問題就解決了 很多股票其實在這邊已經 中小型股都已經直穩了 像我們今天布局很多股票 其實尾盤都收到最高 這個地方要好好把握 就是未來的四到五天 其實你可以布局一檔股票 就像立志這樣子拉上來 一個安全的空間 基本上你就不怕封關了 接著你獲利了結一趟 留基本部位 然後我們再準備 邊做邊學有沒有 一面做最後這三天 想盡辦法搶到一個價差 跟2022年的新股票 邊做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分享我們的課程 內容 好好把握 今天有機會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從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財物 明天財物 不承認 都不承認 本書 明天財物 不承認 反正 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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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